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的脸就知道。网上有个很火的问题,怎么才能看出女人有没有福气?有人说,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的面相就知道了。因为相由心生,好命的女人,通常鼻梁偏低,鼻子勾挺,脸型圆大。 下巴丰满,有人说,女人有没有福气?要看女人嫁的男人有没有本事,能不能让她享福?也有人说,杀傻的女人最有福气,因为她们更容易让男人心疼,虽然这些回答都有一些道理,可实力却认为,女人有没有福气?不能光看浅薄的外在面相,而要看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福气?与傻和聪明没有关系。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个女人对生活和自己的态度。一个女人对自己和生活的态度,几乎都反映在她的脸上。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的脸就知道了。有福气的女人,通常脸上笑容洋溢。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一个爱笑的女人。通常福气也不会太差,因为笑容是可以感染人的。 不仅能让她自己的乐观积极,还能自发地影响身边人,让身边人喜欢上她。网上有人问,为什么爱笑的女人,最讨人喜欢?有一个回答是,每个人都喜欢和快乐的人在一起。 哪怕沉溺在悲伤低落中,也能在对方的笑容里。迅速恢复回来,你会发现,那些爱笑的女人,她们的丈夫通常都不会太差。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爱笑的女人,总是会给人带去力量,让人变得越来越好,自然不会缺福气。 悲伤时,一个微笑可以让人温温满怀。快乐时,一个微笑可以让人自在放松。 试一时,一个微笑又能鼓舞人心。在她们的笑容里,只有阳光,没有黑暗。 哪怕在冰冷的心,也能被捂着。哪怕在消极的人,也能被她们感染得积极向上。 有福气的女人,通常注意自己脸上的妆容。 今日,赵雅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一段七夕视频,罕见秀恩爱。 视频中,现年66岁的赵雅芝身穿一条黄色波点薄纱长裙,尽且妖条好身材,妆容精致, 着装得体,举止端装。一凭一笑中套出自信与优雅。 此外,赵雅芝的五官依旧那么精致立体,美丽如初,宛如动灵女神,让你根本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 正如那句话一样,岁月从不败美人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脸上的妆容就知道了。 通常情况下,一个对自己脸上妆容上心的女人比那些对自己妆容不上心的女人而言, 更容易得到幸福,因为前者懂得爱自己,而后者却忽略了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的爱,自然难以得到幸福。 一个女人不打理自己的妆容,总是邋遢随意,无非两种原因。 一种是懒,觉得没必要去打理自己,反正都不如婚姻过日子了。 一种是日子过得太忙,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全身心都奉献给了家庭。 对于这种女人而言,她们都很难得到幸福,也很难拥有福气,因为她们会比其他女性更快地衰老,然后成为男人眼中嫌弃的黄脸婆,被男人贬得一无是处。 哪怕男人嘴上不说,可心里一样会有嫌弃。 试问又有哪个男人不喜欢自己的妻子青春靓丽呢? 女人一定要懂得为自己的容貌化心思,要懂得爱自己。 波炉边上,洗碗直边的黄脸婆不该是你应有的模样。 有福气的女人,脸上通常是自信的。 这类女人通常有知识,有文化,懂得不断精进自己。 她们独立自主,哪怕不依附男人也能过得很好。 所以她们的生活总是阳光灿烂,她们的能力能匹配上自己的欲望。 所以她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自信从容,心有余力的。 她们控制自己,欲望有度,知足常乐。 既可以为未来去努力拼搏,也能看清现实享受生活。 她们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底线。 她们外柔内刚,自成一体。 对于这类女人而言,她们福气,一半是自己给的,一半的伴侣给的。 所以她们根本不缺福气。 你怎么选择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带你。 对于女人而言,选择积极地面对生活,还是消极地面对生活,完全能决定自己未来的好坏。 对生活积极的女人,通常善解人意,被男人所喜爱和珍惜。 她们积极向上,懂得苦中作乐,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再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和改变男人,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对生活消极的女人,通常被男人所讨厌,很难得到幸福。 她们只会推卸责任,从来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甚至还会无理取闹和男人争吵,抱怨男人没本事。 无能,窝囊费,把男人搞得焦头烂额。 一个女人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就决定住她未来的幸福与否。 省心录中说,知足者贫贱易乐,不知足者富贵易勇。 现实中,大部分对生活消极的女人,其实并不是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多差,也不是命运有多惨,而是因为她们自己不愿努力,却又不懂得知足,总是奢求幻想,所以才让她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对于这类女人而言,如果不学好自己反思改变自己,那么她们的一辈子都将注定悲剧,因为她们会不停地重蹈覆辙,不仅嗨了自己的家庭和伴侣,还会嗨了她自己。 风子凯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 对于女人亦是如此,生活是自己选择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得不配位必有灾殃,幻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要脚踏实地,先从自己做起。